不知何时起 一股魔性土味文化 开始席卷社交网络 你脸上有点东西 什么东西 有点漂亮 等土味情话让人防不胜防 前段时间周懂了心格 不爱我就拉倒 因其土道报的歌词 引起无数网友的热议 再次把土味而风推向风口浪尖 而在有着各种神奇操作的直播间 土味文化尤为盛行 论土味情话 YY直播间有一位大神级主播 一个极幽默 逗笔 帅气 爱唱歌 于一身的脱口秀段子手 一个一开嗓就土味十足 不土不嗨的90后主播 他就是YY主播小周 直播间爱第6737 作为土味情歌 小周这个荣誉称号 可不是浪得虚名 讲土味情话 唱土味情歌 对于小周来说已是 如我纯青 天若自我辉煌 我必比天猖狂 爱情不过是寂寞时 扯把美丽的独子 等土耳段子张口就来 分分钟土话连篇 让人无可招架 为了将小周的土味情话 和情歌发挥得更淋漓尽致 近日YY直播 特意为小周打造了一场土嗨联欢会活动 让七土味再次升级 是有一种意图到底 不土不罢休的气势 作为YY最有音乐才华的脱口秀 主播之一 小周曾获得2016年YY年度盛典最佳南朝音乐艺人奖 今年七月份推出的个人新单曲 爱都爱的 一天时间内的酷狗音乐评论过外 并于次日成为酷狗飙升榜第一位 低压陈奕迅 邓紫棋 李荣浩的一线歌手 其代表作爱情的尊严 后来 再见只是陌生人 腾也在全网穿红 深受网友喜欢 细心的网友发现 小周除了讲情话一身土味外 唱情歌也是土味十足 近期小周在微博发布的脱单式唱法的视频 被微博大微虎未挖掘机 土味老爹 音乐车祸现场等大号转来 纷纷表示只需要七步 就可以学会脱单就能唱出老婆跑了的感觉 还表示想看更多的脱单视频 希望小周能尽快安排一下 截至目前 微博话题 井脱单式唱法 井 已突破5300W 引发一万余次的讨论 值得一提的是 此话题还引起专业制单的钢太的注意 后者表示想帮帮这位脱单的小伙子 不仅如此 马应荣光威也偷偷关注了小周的微博 不少网友表示脱单式唱法话题 被大家玩坏了 此外不少网友吐槽 说小周为了月底充业绩 煞费苦心了 表示在直播间这么发泄真的好吗 还表示傻傻分不清到底 是车祸现场还是独特唱法 真是下SK人 小周脱单式唱法 虽然充满着土耳 但就像小周说的 自己是个平凡简单的人 也想用最简单直接的方式 把真情真心唱给每一个粉丝 或许就是这样的接地气 才让小周和粉丝们达到了心与心的沟通 也让小周在YY直播 圈里圈外 收获众多粉丝的关注关系 在当下 直播平台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逐渐成为折射潮流文化的一面镜子 凭借强大的主播培养机制和文化挖掘能力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